台灣的經濟越來越嚴重 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已經有今天已經有講有五個學校又要破產了 所以老師一定不是鐵飯碗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社會裡頭 你沒有學會交叉學科 你沒有學會跨界融合 你都很危險 我真的不騙你 你以前講在雲端聽聽課 現在基金會根本不承認在雲端聽課 為什麼告訴我 1 2 3 GO 為什麼 為什麼基金會不承認在雲端聽課 江若阿你這是幹嘛的 那時候那是我 做事馬虎草率 對 為什麼他不承認在雲端聽課 那個有本講你不是蒼熙都在雲端聽課嗎 他好無奈的笑啦 而且他今天要報告 對 是不是各位同學 不止有不想試著解說 因為雲端聽課有壞數 有一搭沒一搭你會不準時 你會想時間過太精 就會不連續 對 也不連續 也不連貫 然後 有懂沒懂 沒人考你 你就自以為很懂 對吧 更重要的一個因素 你都沒答對 幾年前我就講了嘛 你一定不能one way input 一定不能單向輸入 那個就是老年痴呆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醫學已經有報告了嘛 千萬不要一直看電視 看電視就是one way input 他一直輸入給你 劇情給你 信號給你 你都不用想啊 你也沒有辦法回應 所以你看師傅的課 多前進啦 一定是互動嘛 互動訓練你的腦袋要靈活嘛 所以我們的基金會終於懂啦 終於覺醒啦 就是雲端聽課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AI的時代 你一定要學會跨界融合 像我們禮拜六我們去清水 清水那個祭祖大典 一路上師傅開示非常的多 提問非常的多 互動非常的多 楊宗憲選擇跟楊宗棚兩個自駕去 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浪費錢 浪費油 浪費時間 你毫無所得啊 對吧 車上的那兩個大佬 本來非常自得一滿的 講這個講那個 後來聽師傅對學生的開示 到結束的時候他沒話講 其中有一個在南華大學教書的 他還說師傅有沒有可能請你來為我們的學生講課 你看吧 他看出來了 師傅教的不是只有佛學 師傅是跨界融合啊 你到哪去學這個學科啊 不可能啦 這個時代你想要存活下來 你一定要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你要從哪裡學 就是閱讀量 你閱讀量經營不來 你告訴我你的財務困境能解套 我老實告訴你啦 是解套不了的啦 你跨界融合這個是極高端的技術啊 你沒有學習 你沒有認真學習 你還在那邊委託你的家人幫你轉一點 你的朋友幫你轉一點 千萬別這麼做 那一招老早就落伍了 沒有人會理你啊 他今天父子你幫你轉一下 明天你再要他轉 他給你臉色看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現代的人冷漠無情 所以如果你過去是大量在仰賴 什麼關西導向 請你要覺醒的早一點 關西導向必須退位到撫位 你實力導向為主 你有實力大家都來護持你 你沒實力 大家離你遠去好不好 你看看網紅 他的粉絲幾百萬 難道他每一個他都認識嗎 根本不是啊對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網紅的實力在哪裡啊 網紅的實力在哪裡 他不只借媒體好不好 他用很多方法 用美社用女社用媒體對吧 用辦活動用給獎勵金 用各種方法啊 還有廣告靠廣告公司對吧 那還是他的實力嘛 他知道要求別人幫他點讚了 那行不通啦 全然行不通啦 所以你在經營閱讀量 你也一定要杜絕 什麼朋友30親戚50 那一招最好別出來啦 現在已經不是這種時代了對吧 所以你要認清楚這個時代 是什麼樣子的時代 AI的時代你怎麼自處啊 這個是你在這個課堂上 你要學會的 是不是這邊是不是應該要燈要關掉 我倒覺得今天怎麼這麼亮啊 對 所以這個課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師傅要辦很多的活動 帶著你們出去 你在健行當中 你看看你自己的心能不能安定嗎 你說得很好聽 你在課堂 心很安定 你騙我那麼多 對吧 帶著你出去 要你在行動當中 展現你的心安定 你馬上就漏氣 對吧 你說你脾氣很好啊 見人開口就笑啊 這一次 張明正不就被我修理的金光嗎 什麼脾氣很好 脾氣很爛啊 對吧 是 所以 你一定要跟緊師傅的腳步 你要藉著師傅給你的訓練 看到自己醜陋的一面 看到自己不堪的一面嘛 然後你要用方法嘛 你之所以不堪 業障纏身啊 所以你要消夜嘛 你不消夜 你其他你都別跟我講啦 像你們洋裝棚 跨跨其談 供高我慢的要死 他有消夜嗎 沒有啊 每一次來 我看他都是滿臉業障啊 供高我慢的要死啊 對吧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的家道中落 到後來都是你一個人在扛啊 我早就跟你預告過啦 沒有你們家沒有一個人扛得起 最後全都落到你的身上 你的夫人承受不了 離你遠去 我的話你一定要聽進去 雖然很難聽 但是這就是事實 多少次我的預測是這麼的準確 我告訴你別再給楊中棚錢了 你偏偏不聽 我去上維斯德 我去教維斯德課 你又給了他70萬 有用嗎 沒用啊 他還是一樣在被黑道追殺啊 是不是 沒有用啊 你想想看你們家 只有你一個人有真正有工作啊 人家不找你找誰啊 所以你真的不能只是守著你那一份工作啊 是不夠看的 要消夜 要上課 要道課 要爭取要有福報 你沒有福報 你日子很難過 你一年都過不了 我不騙你 我說的不是只有他 都一樣 2024年對每一個人來說 通通都是極大的挑戰 你也是一樣啦 對吧 你造惡和多端嘛 對吧 縱容這個 縱容那個 很靈柔大片子 你也縱容他啊 對吧 對吧 那你太小看師父啦 師父說逮你們就逮你們 一大早起來我就逮到你們了 對吧 那個 那個 林柔還死不承認 哇 脾氣大的不得了 拽的不得了 這樣那樣 我管你那麼多 你愛呆不呆嘛 對吧 你滿身都是業障 專門說謊話的就是你 說什麼沈其軍回來上課 是你叫來的 我問過沈其軍 沈其軍沒有 沈其軍說沒有 是陳文傑鼓勵我回來 你話真的不要嘴巴 手緊一點 正統一點 正直一點 否則你真的會很悲哀啊 天天造惡無數多嘛 對吧 大騙子一個嘛 到處騙到處騙 對吧 說什麼FB檢舉 你檢舉了以後 你就可以寫字 我說寫在哪裡啊 我怎麼不知道檢舉上司懷 我可以寫在哪裡啊 他說可以可以 我說你給我看 根本沒有嘛 沒有這一回事嘛 對不對 習慣性說謊最要不得 你有多少功德啊 我請問你啊 你這每天都沒功德 你每天都在殺殺殺 你根本都沒有功德 你還敢說謊造假 吃吃被師父逮了你都還不怕 你們憲民中被你騙了 你們憲民中說你什麼 你會懺悔 鬼才相信你懺悔 你是嘴皮子懺悔啦 貼圖懺悔啦 你有懺悔嗎 你當然沒有懺悔啊 怎麼知道你沒有懺悔 你下一次又重患了嘛 這樣子要幹嘛呢 這別人都凶的不得了 你有什麼資格凶別人啊 你哪門子可以凶別人啊 你自己滿身都是業障 你這凶什麼凶啊 那陳敏玉你就是愚痴嘛 怕他凶 他有什麼好怕的 我問你 你皺容他 他的貼圖 他的那個什麼 護貼 他的那個 那叫什麼啊 沈其君也不對嘛 沈其君我就是看到你寫什麼 狹義相對論 廣義相對論 宇宙萬象 你寫那個要跟什麼 那個是叫什麼 那是 那個是叫做 那個 話題嗎 三不像嘛 你知道是留言嗎 沒頭沒腦的 這樣你也在接受 太可惡了嘛 所以你昨天賺了幾個大過啊 我請問你 賺了幾個 說啊 你一點禮貌都不懂嗎 我問你話啊 你賺了幾個大過你不知道 六個大過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記法你 你太不堪了嘛 太不像話了嘛 所以我說你的眼睛要瞎掉 不是沒有理由啊 你就沒有智慧 大於吃一個任人宰割 對吧 你學什麼佛呢 我問你 你有在學佛嗎 學佛的人不應該是這樣子啊 這種爛慈悲是造惡 你下面的人有因為你的指導 而正確行事嗎 你有指導沈其軍嗎 你吃的理由是說他剛剛回來 所以我縱容他 剛剛回來你就更應該要調教他 調教有那麼困難嗎 結果 結果 蔣路華上任第一天 他馬上去調教他了 你幹領頭羊幹了一年多了呀 你記不記得江明珠怎麼被我開除的 怎麼被我開除 爛好人啊 你也是爛好人啊 爛好人不配當主管啊 你要知道 也不配當老師 你的學生不可能尊重你的 你的學生踩在你的頭上 你多少次都害怕你的學生 你學生有什麼可怕的啊 我搞不懂啊 你肚子裡頭沒內涵 所以你連學生都害怕啊 可笑到幾點嘛 是不是 你這樣子在為人 在處事 你太悲哀了 我告訴你 你完全沒有學習啊 你只是來坐在那 暗暗那個計時鈴這樣子要幹什麼啊 那個小學生都會啊 你來是要對大眾有幫助 你要揪上別人的缺點 你因為這樣子有很 而有功德 你有做嗎 你沒有做耶 你完全沒做耶 你就是一昧的縱容別人 我討厭這種人 我告訴你 基本上我就不是這種人 你想要做一點事 你自己要有原則 態度要柔軟 但是原則必須要很堅定 你永遠記住這句話 而不是毫無原則啊 什麼都不會 你問問班上哪一個人讚嘆你 沒有人讚嘆你 不可能有人讚嘆你 大家都知道你是爛好人 踩在你頭上 撩過 你多悲哀啊 不能這樣子過一輩子啊 將來你結婚也是啊 你先生才在你的頭上 在你頭上殺尿 你還想成家 你還想結婚 你找得很 今天我們要看 今天我們要看 今天是地質品的最後一品 我特別用佛來跟下一品是佛國品來連結 從這邊要串聯到佛國品喔 好佛出五濁二世 施法度眾 來 1 2 3 Go 好 楊宗憲 楊宗憲你一定要好好的加油啦 真的我看你都沒有 都沒有覺醒嘛 整天被你們楊宗憑牽著鼻子走 唉他都已經 虧損這麼幾百萬啊 難道你不知道你哥哥是什麼樣子的人嗎 有時候我想到我要幫你的忙 我好累 因為看不到前景嘛 對吧 你一定要想辦法自己要站得起來 你自己不站起來的話 沒有人會幫你的忙 你也是一樣嘛 對吧 你眼睛快瞎了 你找誰啊 你找醫生嗎 醫生開刀 萬一失敗的話 你還是瞎子一個嘛 對吧 你要找人幫你的忙 你自己要像個樣子嘛 對吧 你有像個樣子嗎 你聳經了嗎 你沒有啊 你今天有持續在聳經 你的作風一定不是這個樣子 你想要得到失誤給你加持 你卻要當於一個證人君子 而不是像你這樣子的爛好人 來 師父各位師兄 那可以去開杜手 第一誠懸 先試著分享 首先這個佛奏武拙二世 那我看到的那個這個描面的背景有 黑媽媽的這樣 對是 黑媽媽 我就跟武拙二世有一個 連結這樣子 然後呢 佛的中間這個我把它想像成是佛這樣子 那他的心中放光 然後在他的周圍都是美麗的一個花朵這樣子 花朵象徵什麼 象徵就是他已經超越這個五卓二世不受五卓二世所影響 那甚至他帶著這個這些美麗的花美麗的光來到這個五卓二世來度化眾生這樣 OK 施法呢 施法就是 Sorry 不是 不是 我好像誤暗了 好 施法就是這個法 那法就是指終極本質 帶著這個終極本質來度化眾生 非常好 OK 好 來 One Two Three Go 沈其君 師父 各位師兄 歐盧阿威羅阿翁請教勞 歷子沈其君試著分享 那我的認為是說 他這個中間是佛嘛 然後他放那個長極光 怎麼知道他是佛 他們都說佛 我都不想考他們 是 我考你 對 我考你 為什麼你認為他是佛 因為上面寫的是佛啊 上面寫的佛也沒寫在這兒呀 是啊 我就是自邊上去解釋 你看到這邊有一朵 蓮花 蓮花 而且還放光 這個就是佛的代表 對 是 好 他出五卓二世嗎 就是 五卓二世在哪兒呀 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世代 就是五卓二世 這土長在哪兒是五卓二世 就是 那個花花草草 那個還有那個 這個 對對對 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 你認為是五卓二世 那個黑 還有黑色的 黑色的那些 通通都是五卓二世 包瓜花嗎 包瓜花 好 然後呢 然後就是用這些正法佛法去度眾生 去度眾生 好 還有嗎 還有不一樣的說法嗎 我如果還一直問說 還有嗎 還有嗎 就是代表 你們還可以再講得更好 而不是說你有錯 而是 而是你還可以講得更好 我想要補充說明的是 五卓二世在哪裡 我一直問沈其君 五卓二世在哪裡 然後他就說 你摘摘黑黑的 在這個花 我更想要強調的 五卓二世就在你的心裡 你喜歡說謊 你就是五卓二世 你喜歡縱容別人 你就是五卓二世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你不是來學佛 來學佛說 哎呀 我好虔誠喔 什麼我迎馬族喔 我又請假來接假 這都很好啦 但是 你天天你都造惡業啊 罵人損人 然後講謊話 對吧 那個就是五卓二世 別忘了 世人很常 邊行善邊造惡 但是永遠看不到自己造惡的一面 這是悲哀的 這是危險的 五卓二世 不是 不是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你說那 那這個啦 這個都是啊 問題是這些花花草草的五卓二世 這些黑黑的五卓二世 乃至於第一道 是你的心 投射出來的啊 是不是 這是更慈其要害的講法嘛 所以你的五卓二世在哪裡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這才是真正持其要害的答案 你要學佛應該是要這樣子學嘛 而不是 哗啦哗啦的講一大把 然後都無關緊要的 上個禮拜的那個 心得報告比較深嘛 對吧 哇 你們都寫的 哇 好慘喔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看下去 相對論 相對論化指觀 相對論化指觀 另外另外還有一題是 嗯 那個VR VR 你們也寫的 寫的不行 對 這兩題都相對都是比較困難的 對 但是就是在讓你們練習嘛 知道你們 不堪受 你一定寫不好啦 但是 你不這樣子調教的話 你容易供高我們嘛 容易以為 我這樣我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吧 這兩題你們都寫得非常不好 有些好像還沒公告結果 公告了嗎 還沒 64級跟 137 136嗎 今天是138了呢 今天137 Sorry 可是這個我沒有改耶 今天是應該是138 對 對 為什麼我這沒改呢 因為我的電腦就有問題 你看我今天來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就是改我的檔名 因為我在療房的時候 連檔名都沒辦法改啊 對這應該是 所以我要點醒各位的是 五濁二世是在你的心裡 這個就是上課的重要性 你沒有上課 你就會停留在五濁二世 地獄道啊 很多的 污秽的地方啊 等等啊 夜店啊 酒店啊 No 不是 是在你的心裡 嗯 好 問完人家 請教導發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這樣 這個就是思維的提升嘛 我們還在很low嘛 就是說我們還 還在 按照 對對對 我們還在 以前剛學初學的階段 但是法師今天講的是又再更深一層 思維再提高 對 所以如果當然我們如果還 停留在一年前看到這個圖 講的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的程度 還在停留在以前 對 所以真的是要 以前你們這樣講的事物就好開心 對 對 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思維啊 對 不一樣的思維 對 是 是的 嗯 好 所以你們說這個佛 然後你們也沒有解釋出來 你只是說 這個就是佛 是你心目中的佛 但是它有一個標誌啊 這朵花它放光 最主要是它放光 對吧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直擊要害 因為學會直擊要害 對 好 說法者 這個應該不是上個禮拜的 因為我 我這電腦有問題 所以能拿到哪一集 我就拿到哪一集 這應該是136集的啦 所以我們先不用管它 這個是我打上去的 佛出五濁二世 出是什麼意思啊 佛 離開了 超越了 超越了 出你看嘛 你講超越有幾個字可以用 出 還有呢 離 還有呢 妙 妙 妙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飛的 他講什麼 飛 對 還有 步 對還有 無嘛 對吧 還有呢 斷嘛 對吧 那個喪失懷 他說 就是要斷煩惱要斷掉啊 什麼斷掉 超越好不好 對 斷也是 斷就是二元對立 斷就是二元 斷跟什麼二元對立 斷跟什麼二元對立 斷跟長 對 斷跟長二元對立 所以一定不能是斷 好 好 所以這邊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好的超越 出 佛出五濁二世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法 用什麼法 施法 代表什麼 五濁二世嘛 你要先想 什麼樣子人能夠出五濁二世 聖人他才能夠出五濁二世嘛 對吧 聖人他要度化眾生 他會用什麼法 用聖人法嗎 是嗎 那誰會聽得懂啊 當然不是啊 那聖人不用聖人法 要不然用凡夫法嗎 是嗎 當然也不是啊 為什麼不能用凡夫法 唯摩傑大居士 不是就已經訓誡過那個 富羅納尼多 那個他是論譯第一 他說你 你這樣子講經說法是不被允許的 你一定要有入定觀心的這個功夫 否則你會把來聽法的這些大根細則 你當小蹭看 你就會對他講方便法的小蹭法 那就錯了 所以這個司法要怎麼解釋啊 你應該是要用如理說 如理說但是你度一般的眾生他聽不懂嗎 問題是你沒有如理說你就不可能有如理的方便說 你的法就是歪的嘛 是胡說八道的法嘛 對吧 所以你還是要以出五著二世的聖人的法 但是你要下降一階 要去觀你的聽眾是阿羅漢嗎 那你就要用聖人法 因為阿羅漢已經進入聖人的階位了 還是你的聽眾是凡夫俗子阿 要用什麼法 方便法 所以這個要講經說法的人 要立基在如理說的聖人法 他才有可能 他講聖人法也可以 他要講方便說給凡夫俗子也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懂嗎 那你們的解釋就會說 我要度眾嘛 所以我一定要用方便說 這就是講路華最喜歡說的嘛 方便說嘛對吧 他要強調的可不是這樣阿 他要強調如果說他要強調的是方便說 他就不用說佛是出五著二世的人阿 的聖人阿對吧 講方便說每一個人都可以說阿 拿起麥克風就可以說了嘛對吧 講的都是錯的嘛對吧 講錯了就說阿我這是方便說喔對吧 都拿方便說來當擋箭牌嘛 不是這樣子不能是這樣子 所以他一開始他就講佛出五著二世 佛就是聖人 聖人一定是有聖人法嘛對吧 但是聖人看到來聽我課的人 也有是大根氣者 所以我就要用聖人法 開始給他聽 然後也有根氣比較低的 這個凡夫俗子 我就要用聖人法的分身 就是方便說講給他聽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懂 這樣可以懂嘛 一樣嘛 你們要救度你們的家人也是一樣嘛 你要救度你的家人 你講得太深的話他會怎樣阿 他會怎樣 他起煩惱答對了那個誰阿 尤本楊說起煩惱對 因為他聽不懂阿對吧 除非你手上有非常多的案例 你可以關機跟他介紹 我現在講的這個如理說 說你的身體生病不能只靠醫生阿 醫生只能治你的肉體而已阿 醫生多的是死在自己的專業嘛對吧 台大吳俊仲教授肝癌專家死在他自己得肝癌要死 耳鼻喉科林中舟醫師大教授死在臨鼻孔癌 他的專長就是鼻孔癌 所以你用世間的法救不了你的肉體 救不了的必然救不了的 你是過度性你需要去看醫生阿 特別是精神性的疾病 你為了要穩定你的精神的狀態嘛 你一定要看醫生 但是醫生治不了 治不好你的病 怎麼知道阿 1 2 3 GO 怎麼知道阿 好 蔣如花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如花獅子來分享 因為醫生很多都死在自己的專業阿 那這我剛剛講的你怎麼又講阿 他癌症他是知道如何做 但問題是他自己也做不到阿 可是這樣子沒有說服力阿 這樣沒有說服力阿 你要有學術理論 你要有學術 我講過學術 好 來 沈其君 師父 各位師兄 王阿威羅翁請教 第一 沈其君試著 回答 對 那個眾生只有一病 只有 就是業障病 就是業障病 所以要消業 消業 對 這個是從宗教的角度 萬一那個人他不信宗教怎麼辦阿 那你不用完了 對吧 就像遊圓廣 他不信宗教阿 那你跟他講 眾生只有一病就是業障病 那廢話嘛 對啊 師父 各位同學 翁兒不要再講 一集有本事都回答 好 我自己有經歷喔 被宋永治精神病院 情神病 情神病 那個 情神病就是心病嘛 心病要心藥醫了 心藥在哪裡 心藥在哪 心藥 就是要把那個 不要造成二元對立阿 不要造成二元對立 這就是心藥嗎 對啊 這就是心藥嗎 很多都是二元對立 像我跟我兒子也是 二元對立 父子二元對立 對啊 OK 好 基本上你已經很靠近了 但是你要有一個學術理論嘛 你才會有說服力嘛 這個學術理論師父講過 1949年的醫學諾獎醫學獎得主誰啊 1949年諾獎醫學獎得主誰啊 他為人類推動身心醫學 他主張是心理影響生理 誰啊 這都講過都不曉得幾百遍了 Walter Hays有沒有 對Walter Hays他就是身心醫學的創始人 他說所有肉體的病是因都是來自心的造作所影響出來的 所以他根本不用依附宗教 他直接就講是心 你面對一個他不信宗教的人 這一個理論特別有效 諾貝爾講得主都這麼說啦 你要從心下手治療起嘛 對吧 你心裡有病 你的肉體必然有病 你心裡有病 那就是佛教講的療障病 所以佛教才講 眾生疑病是什麼病啊 眾生疑病是怎樣 對眾生之病因同一病 所有眾生的病 不管你精神病 你胃癌大腸癌 你什麼胰障癌 眾生之病因同一病 只有一種病 就叫做業障病 所以你要從消業著手 消業就是來對峙你的心啊 因為你的心就是由 你的業障就是從心演發而成的嘛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五濁二世也是在心裡 所以你的這個心的要 就是要對峙五濁二世 你如果能夠對峙五濁二世 你必然就沒有病 就像道德經講的 道德經說什麼 說五濁二世令人暮芒 各種五光十色 讓人眼睛瞎了 五陰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雌辰甜烈 雌辰甜烈 你一路一直追逐啊 令人心發狂 最後你就瘋了 那個大谷 大谷平 對 他不是他的藩利人員 就瘋了嘛 他就是一路去豪賭嘛 對吧 賭了1.41億美元 1.41億美元 他這輩子沒辦法還了 太大了嘛 對吧 三十幾億啊 應該乘以三十二的話 應該有四十億 他還不起來 他說這所有的錢都給了主頭啊 那為什麼有人那麼大樣 瘋了嘛 瘋了 他失控了 他的心完全失控了 對吧 所以心多重要 心就是你造作善惡的根源地啊 造善造惡都在那裡 造無積業也是都在那裡 修學佛法你來這邊上課 最主要就是修心 你心沒有照顧好 你說 你要解脫你的財苦 不可能 你心沒有照顧好 所謂心沒有照顧好 就是你沒有消業 你說你要解脫你的家庭的困擾 不可能啦 都不可能啦 一切都在 一切唯心造嘛 對吧 都是在心嘛 那你說 那佛法是不是主張唯心論啊 是不是 對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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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本養 一切唯心造啊 那佛法是不是主張唯心論啊 我3月16號去清水 祭祖大典 我不是到了以後馬上就被 被帶走了嘛 帶走了就 我也不知道他要帶我去哪裡 就說他走走走 我們去 去一個地方 那個一個地方 喔進去 哇高澎雲集 原來那就是貴賓寺 那後來來了一個校長 他就是 你們有沒有聽過魂元禪詩啊 有 為什麼他這麼出名 你們都知道 以前那個陳水扁是 來 陳水扁很信他 陳水扁以前還有誰信他 我知道是陳水扁以前 他是他的國師 我是說陳水扁以前還有誰 李登輝嘛 對啊 是喔 對 是啊 魂元禪詩 不能以貌取人好嗎 對 對 然後 然後他 他還有成立一個學校叫 維新學校 維新 你認為這對嗎 不對錯在哪 這一次我也見到那個人 我 我 對 對對對 那你認為這對嗎 嗯 就是 不要維新也不要獨 也不會 應該是 呃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王阿威王喬喬喬 第一誠意試著回答 應該是說要 超越維新跟 非新 無新 就是都超越這些 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講下去 我會越講越理心 哈哈哈哈 嗯 來 真的嗎 因為我屁股就把他抱怨 喔喔喔 喔喔 通好讓恰恰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悟法師再來分享 當然王牙明就講說心悟合一 但是我覺得這畢竟空是超越就告訴我們 你要超越空有 空跟有 你要超越它你才能夠有無相生 所以你也不能偏心 你也不能偏悟 因為他們是 那個現象界跟中語本質是同樣一回事 所以師父以前就教過了 佛教不是唯心論 我說我有一次在四川演講 然後來好多大法師還有四川佛教會的理事長都在聽講 然後講完的時候那個理事長 會長應該叫會長 他們叫會長 他就提問說師父啊 我們佛教是不是唯心論 他說我們中國大陸講的都是唯物論嘛 對吧 基本上中國大陸不講心嘛 對吧 他說那佛教是不是唯心論 我說No 佛教不是唯心論 佛教不是指講心啊 因為你還得照顧你的肉體啊 所以心下降到你的肉體 叫做心物意元論 我也沒有講過 對嘛 所以你們都沒記起來嘛 心物意元論 心物就是指的你的肉體嘛 是合一的嘛 是有無相生的嘛 對吧 心物意元論 心物意元論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還在講唯物 這個時候你如果還在講唯心 那你就太low了 因為你講不下去嘛 對吧 因為你講不下去嘛 對吧 你必然要碰到瓶頸嘛 他是畢竟空的第一層跟第二層 他是指誰 就是唯心 唯物是在第一層 唯心不是在第一層 第二層啊 因為畢竟空的第一層 你看到現象界 馬上要了知他背後 有空性的終極本質 支撐著他才有可能 成就宇宙萬象的風情萬種啊 所以你在超越一就要了知有空性這一件事啦 第二層呢 第二層在講什麼 四超越好久沒復習了 搞不好你們又忘得一乾二淨了 四超越是什麼 緣起性空在講什麼 在講空性也是必須要超越的 四超越的 第二個超越 空性也是必須要超越的 第三個 畢竟空的四超越 這裡 超越一講的是宇宙萬象 有 他就是有這個象 有 你要體悟 本源是空性的 可是你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要超越空跟有的二元得力 因為你處在宇宙萬象 你看到的通通都是象啊 桌子 椅子 電風扇 帽子 圍巾 冷氣 所有的通通都是存在物 就是有象 對吧 那但是你不能迷失在這個象上面 這個是電風扇 那個是冷氣機 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不是這樣認識相啊 你要知道他們共同來自一個空 所以你在超越一的時候 就要建立空 背後的空跟我現在看到的有象 他們 他們看起來像二元對立 但是你要學會超越他 來到第二個超越 是終極本質 是空性的 如如不動 他的背後的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他是空性即滅的 他是空性的 這是他的特性 他就是涅槃的特性 涅槃就是不生不滅 就是超越生死 超越二元對立 這個是還有一個象 這邊是沒有象 超越二是已經沒有象 你還要超越沒有象的空 你也要超越 第三個是有象跟沒象 這兩個的一如平等 一如就是如如不動 就是終極的意思 一如平等就是終極平等 是什麼 終極本質講的是二超越 跟現象界是一超越 他們兩個無二無別 是終極是平等 所以你不應該要直取 我只要立即在這個 終極本質背後的空性 你這樣還是會死啊 你要了解 終極本質跟現象界是 一如平等 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他只是 他就是終極平等 差異在哪裡 終極本質碰到了因緣 他就成就了宇宙萬象的風情萬種 差異是在這兒 終極本質空性碰到了因緣 他就呈現了宇宙的萬象就是千差萬別象 這個就是兩個的差異 但是當我們講到一如平等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看到的是外向的差異 所以其實他的終極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來自同一個本源 叫做終極平等 再來四超越是你要讓他相生 Unification 就是你要讓他圓滿合一 什麼叫圓滿合一 他不只是一如平等 終極平等 他還有空跟有是相生的 有無是相生的 你要做到相生 因為他就是宇宙的根源 你沒有這個相生的能力的話 如何可能變成兩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對吧 所以他一定當他合一的時候 當他合一的時候 他就是強大的長期光 照射著我們的長期光 強大的長期光 我們一起心動念 就變成兩儀、陰陽兩儀 長期光是如如不動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就是出名的必盡空四超越 今天接下來我們是一花一世界 今天要邀請誰啊 尤本陽 大家都很期待 我問蔣陸華說 你認為尤本陽會講很好 他說他會講很好 我看他是非常認真 要準備 只不過因為他沒來上課 所以他說他可能準備的 都是網路上擷取的一些信息 他到底能夠通透到哪裡 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來熱烈的掌聲有請尤本陽 下個禮拜是講陸華 那然後你要先簡介道課音源十秒 然後中間有四個科學理論給你一百秒 然後最後十秒做期許好嗎 好 那這個就是你在這裡尤本陽 下個禮拜講陸華 然後接下來就四月份了 好 這個就是你要講的日月新的主題 這是佛陀勒開示一花一世界 好 來 師傅各位同恩 我也不要再講 弟子友本陽 嘗試做一花一世界的新的報告 好 那日月新的話 日樹火 月是沉香樹 新是採到了沉香 那沉香樹需要受到外力的衝擊 比方雷擊蟲咬 然後鳥竹那受精進感染 才會解油 它跑到自己解油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沉香樹被鄉童看見了 把它鎧下來採集成沉香 那我就是靠買賣沉香生活的人 商人 那根據海森堡政府主的原理 電子的未自由速度不能同時被灌熱到 所以沉香樹 什麼時候被雷打到 什麼時候沉香不知道 他截油了 什麼時候被鄉童踩到 也不知道 那我什麼時候 找到沉香買了而賺錢 也不知道 在海森堡車不轉眼裡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 雙縫實驗 因為我的觀測我要去找沉香 所以沉香從波函樹的 波函樹的疊下帶 轉換成栗子的產生帶 讓我看見讓我買大 這個就是那個雙縫實驗 那波函二相性很簡單就是 沉香你會燃燒的拿去供佛了 還是說 沉香樹被砍下來 他的狀態都改變了 那沉香砍掉被供佛 他就變成 從歷史的坦達態變成 波函樹的疊下帶 回到宇宙的信息場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波凝二相性 再來是 宇宙全習慣 那我沉香樹沉香 都同存這個宇宙之中 命不可分 而且 互相會產生 人家現在最當紅就是量子糾纏 我們都與習衣相關 那宇宙的長極光 都不斷的照射我們 他是以360度沒有死角的 然後來照射我們 他是 我們接受他 是他的 因為 我們這個都為入空間 是互相為止集合 所以 宇宙的長極光是 以他的 政府來向位 讓我們接受 所以是沒有死角的 不管你在 任何的角 任何維繫的地方 你都能被照射大 那 宇宙全應該就是說 宇宙萬物 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 只要 我們 願意接受長極光的照射 都有 有機會 只要產生同瓶共振 那 就是 不斷的都會產生量子糾纏 我們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世界 那 最後的舉起是這樣 所謂的相由心生 那就是 萬物為心道 好 那我們大家應該 修習佛法 撞到新的能量 阿高思維 張潛思維 然後 跟忠祺本石 紅色在一起 這樣我們就能活著自在 喜樂 好 謝謝大家 好 妳不斷的師 喔 妳有點評 妳點評 喔 妳點評 對 對 妳要多點評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對 就是 喔 我覺得這個師兄 真是太可愛了 對 就是 講得非常流暢 而且有喜感 而且她 她的這個例子 非常的貼近她的生活 也增進我們的知識 然後而且我覺得她對於這個 幾個科學理論講的 第一次講就講很好 我覺得自己很慚愧 好 再來就是說 但是她最後面我覺得她 我有注意到她說什麼 我們同頻共證就可以量子糾纏 什麼 這最後面我就有點問號 對 好 謝謝師傅 1 2 3 GO 好 師兄講的事實上第一次 真的是令人震驚了 基本上90%都是沒問題 都講完了 對 那事實上令人驚豔 那當然是 自從那一張紙拿出來以後 我就發現 因為拿紙出來就會影響思路 對 反而沒那麼精彩 前面本來整個能量上來以後 拿紙變成敗倍了 反而把能量壓低 所以這個是 很可惜 對 很可惜的一點 所以為什麼 應該她如果不拿紙 應該也可以講 應該也可以講 會更好 她就是擔心 因為那時候已經按鈴了 對 對 您要急著把它講完 講完 對 對 速度 您的我相信您這個準備 因為以這個來講 您光看那個講得這麼仔細 您是準備有備而來 對 從過年前準備到過完年 準備了一整年 是 所以整個能量真的很明顯 本來前面很高昂 這是因為念 對 對 為什麼那個臨頭上次也是有法師把她默收她的那個 大操 就是 而且 默收以後 臨頭上次 她反而講得好 但是她 那一次她是講她的上課的心得而已 不牽扯這個科學理論 對 她的上課心得真的講得非常的好 而且她那時候很勇猛精進 一天有十步要失禁 對 是 那是她最好的狀態的時候 對 後來也就沒有了 她也就沒有了 對 是 對 對 對 你答題都答不對 就代表你根本沒有誦經 對 對 對 是 是 很可惜 很可惜 她 她看了那個紙條就很可惜 對 因為她希望把她講完 對 真的挺搞笑喔 對 對 對 非常好 她講得真的非常好 第一次上台能夠這麼講 我覺得很不容易了 對 是 好 因為這個主題已經 練了一年多 都沒有人 你們敢在這個三分鐘之內 把四個科學理論完整的講完 沒有 對 但是師傅有示範 用你們的主題 用蒋露華的主題 我也不知道她要講什麼 她講得粒粒拉拉的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說好我來講 就用她設定的日月星 然後 就開始講 一樣在計時 似乎都沒有超過三分鐘 從頭到尾 四個科學理論全部講完 代表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對 你們上去是 有一些時間是浪費在想 然後 對 對 然後還有一些時間是浪費在害怕 對 是 就緊張了 對 是 是 那就講得太少 你如果多講一點 你就自然就 就可以 對 點評 只有一個點評 對 師父 各位師兄 我讓我悄悄悄悄 一直楊宗憲試著點評 好 那首先就是 我想是說她一上場就展現不同 與一般人的氣場 氣場 氣場不一樣 對 是 所以她也很特別就是 她在講的話 她的連結方式 是用她自己的方式來做連結 對 她根本也不需要連結 她就直接破題 一題一題一題的回答這樣 對 對 這是讓人滿印象深刻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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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是 因為她講的 應該比較專業的時候 心理不正常 那 再抽取心理上業的方式 這樣 再加強一下 對 是 是 還有嗎 沈其君你來點評一下 每一個人都要練習 等一下 那個李立雲 師父 各位師兄 恩阿威龍 請就好 第一次沈其君寺的點評 好 首先我覺得 她那個 柳師兄 一出場就有大將之風 嗯 就是她 把自己 就是 所有的 科學理論 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有 有程序的 有程序的 然後 只是說 有時候就是 就是說她 在於 就是說 最後面 那個 比較 不太熟悉 最後面是指 宇宙全習慣 對 比較不太熟悉 每一個人都是在那裡 比較不熟悉 不太熟悉 對 因為有些 有些的專業術語 她的 就是比較 就是我們的 敗筆 就是我們的敗筆 她專業術語 她倒是都有講到 什麼 三百六十度 無石角 光波的 正浮與相位 她這 她都有講到 對 對 但是沒有串起來 串連度不夠 對 好 李立雲 你來講 每一個人都要練習講 剛開始不會講 講一句兩句都可以 真的嗎 妳怎麼知道 沒事 因為她其實跟我覺得 這片條 我覺得她笑得很燦爛 對 其實她笑起來很漂亮 對 對 她笑起來是特別漂亮 對 好來 師父同學 妙吉祥如影 好 我覺得那個 尤 尤本陽 對 對 同一 對 大根記 嗯 她真的是一個大根記 嗯 對 她回來沒多久 對 她講的這一段 欸妳是不是沒開啊 沒有 那個好像快沒電 喔快沒電啦 對 那一段段事實 喔喔 是是是 我覺得她是一個大根記的人 對 因為呢 她用沉香來導入日月光 對 她講得很專業 是是是 對 然後她每一個理論都講得很不錯 嗯 對 然後我覺得她非常的棒 對 那我是要跟她學習的 嗯 不棒的地方呢 當然有不棒的地方 不棒的地方就是她最後可能想要講完嘛 把那個紙條拿出來看 喔 那不是師父講的嗎 對 妳還有妳自己的想法 因為呢 我覺得呢 我是根氣很差 我連這些科學理論 妳不能忘字緋薄啊 我覺得我這些科學理論我都不太清楚欸 不太清楚 那妳要一個一個慢慢清楚 妳不要妄想 一口氣要四個理論通通都清楚 妳先從海參寶策不準定理 其實我認為這個是每一個人都要知道的 我以前是少奶奶 有錢的少奶奶 我為什麼曾幾何時我現在變成無家可歸 這就是 這就是什麼 海參寶策不準定理 什麼時候我要變成無家可歸不知道 什麼時候我又要變回去 少奶奶不知道 對吧 為什麼會海參寶策不準定理 必然會發生 因為電子的位置跟速度沒有辦法同時顯現出來 因為妳速度一知道的話 就知道 我什麼時候要面對這個苦境 對吧 位置一知道 我就會知道我落難會在哪裡 對吧 所以它就是 電子的速度跟位置 沒有辦法同時展現出來 讓妳摸不著頭腦 對吧 這不就是 這個海參寶策不準定理 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最好的解釋 對吧 楊宗憲他們家本來和樂融融 後來 後來他哥哥也出了問題 弟弟也出了問題 這不就是世間無常嗎 世間無常 沒有一個人能逃過的啦 老實說 所以妳七爺不要笑八爺啦 都一樣 每一個人都會面對世間無常的挑戰 所以妳應該要感恩世間無常來挑戰 妳因為有世間無常來挑戰 妳想要存活下去 所以妳一定要強大生命力 妳因為強大生命力 所以妳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來解套我的生命困頓 同時也可以來幫助別人嘛 對吧 妳沒有經過世間無常的挑戰的話 妳永遠都是少奶奶啊 對吧 看高不看低啊 對吧 從來沒有想過我的日子會這麼苦啊 對吧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啦 都是一樣 只有面對苦的時候 妳才能夠發同情心嘛 所以那個什麼達賴喇嘛說 不需要有教堂啦 不需要有道場啦 同情心才是真正的交易 妳沒有同情心妳學佛也沒用 妳沒有同情心妳學阿拉一樣沒用 同情心是真正的交易 是最大的考驗 對 好 還有嗎 讓葉雅湘講兩句 葉雅湘妳來講 妳接妳來的李立雲現在妳看 她都沒有缺席啊 所以妳看她講得多好 對吧 妳不能缺席啊 妳一缺席妳就有落伍了 對 來 加油 師傅 各位學長 Ong Avila Hong Chacha 我是葉雅湘 好 那個 由班洋人學長 她 真的是 蠻精進的啦 蠻用心在準備 所以她 在前面幾個科學的那個 講的都 真的是很讚 就是到最後那一段 她真的 可能也怕時間不夠 就 整個 亂了 這樣 亂在哪裡啊 妳也知道她亂了喔 妳知道她亂了嗎 妳知道她亂了嗎 感覺到蠻慌的 那個是蔣路華講的啊 就是說她能量 她把那個便條紙 小抄拿出來的時候 她就開始 開始念了 所以她能量就下降了 對 不應該要這樣子念嘛 對吧 她一 妳相不相信她那小抄 都不要帶上台去 她就是時間快要到了 然後她還是按照她自己的方法講 她能不能講啊 她照樣可以講 對 妳下一次應該要試試 試試就是那個小抄不用 對 妳一定可以講 一定可以講 對 是 是 麟柔 來 歡迎 那一支完全沒電了嗎 是嗎 書 學長 歐爾文恰早 我是麟柔 事者點評 我覺得 有本娘今天講得不好 嗯 第一點是因為 我認識她 因為她的本能非常強 她可以講得比現在更好 所以表示今天講得不好 所以她在當中那個 破例歐蟲性雙縫實驗那個地方 有點重複 一直重複講了兩遍 所以那邊就是有點 時間上就被拉長了 嗯 破例歐蟲性的地方 好 最後那個時間超過 對她來講應該算 對她來講不理想 她應該更好 林柔每一次都數落別人不好 像她也是數落 數落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 誰啊 嗯 沈其君說她不好 但是我回想 林柔自己上台去的時候 那好爛啊 那 所以你不能這樣子 你不能這樣子點評 你說欸 嗯 有本娘今天講得不好 因為她的本能很強 她可以講得更好 那你怎麼知道啊 你也是第一次聽人家講嘛 你第一次聽 聽有本娘講啊 對吧 所以代表你還是那種 謊話一大把啦 你就是 總是 負面的 你希望把別人打倒 你就是希望講的都 別人都是 唉不好的啦 唉什麼 嗯 沈其君講的跟我差不多 你哪有沈其君一根寒毛啊 你講的 根本你就講不下去 你在台上盪在那裡都 反反覆覆 就都在講那幾個字而已啊 對 千萬別忘了自己的臉上貼金啦 學習 真心的看待每一個人事實地物 你才會進步 你不要挑剔別人啊 你自己做不到 你還要挑剔別人 你根本不可能會進步嘛 對吧 師傅來點評那個尤本娘喔 基本上尤本娘 他是第一次上台 我們每一個人都沒看過他上台嘛 對吧 林柔當然也沒看過他上台啊 所以林柔的點評是廢話嘛 對吧 他根本沒看到人家上台就說 他的本能比這個強 講什麼廢話啊 對吧 然後我要說尤本娘是講得非常的好 原因在哪裡 他是很有條理的 他四個理論他幾乎全部都講完了 都講到了喔 這個不容易喔 你看你們上台去講 常常還沒有講到那個宇宙全習官 就響鈴了對吧 但是尤本娘他有一個缺點 是他在講 他說喔那個雙縫試驗 他看到那個雙縫試驗 可是他講出來是玻璃二項性 內容是玻璃二項性 他沒有講什麼是雙縫試驗 然後講什麼變成粒子灘胎 他來讓我看到 這都是都是玻璃二項性 你沒有講雙縫試驗啦 你要知道啊 雙縫試驗是什麼 因為我用心去觀測他 所以他從宇宙的波函數疊加態 下滑變成是粒子的灘胎態 所以我能夠看到他 我沒有觀測他的話 他當然永遠都在宇宙波函數的能量場 的疊加態啊 是因為你觀測他了 你也許是太緊張了 這一句特別重要 而且我注意到你有講 那個雙縫試驗 我以為你要講雙縫試驗 結果你講出來 你雙縫試驗沒講啊 你講出來變成玻璃二項性 這個是可惜的地方 再來就是那個宇宙全習觀 宇宙全習觀你開始講的時候 一定是要從不同維度的空間 是呈現此集合 為什麼這一點 這一個大前提你一定要先講 因為就牽扯到你要用最高維度的長極光 要來照射了嘛 那照射到每一個不同維度空間的眾生 都能夠納受到這個長極光 這是怎麼做到的呀 一定是不同維度的空間 他呈現此集合 才有可能面面周到的都能夠被照射到嘛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 當然就是那個360度 光波的那個 光波的什麼 震幅跟向外 他同時納受到這個長極光的照射 所以他是360度的沒有死角 不管你在哪一個維度的小角落 小頭髮小指甲 你都可以接納到這個最高維度長極光的照射 所以你 我發現你是最後才補上去那個什麼不同維度空間呈現這個紫集合 那你就是背背背背到後來想到這一句漏掉了趕快再補上去 對吧 簡單的說就是還不夠熟練 但是你有下苦功夫 在研究那個四個科學理論的定理 你有下苦功夫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再一次給他掌聲鼓勵 對 每一個人點評 批判思維 批判思維一定是有好的 一定是有 有待改善的 你不可能 特別學生都還在學習 對吧 不可能說他就完美到完全沒有零缺點 是不可能的 所以批判思維一定是要先講別人的好 他好在哪裡 值得我來學習的 還有他有什麼 有待改善 有待加強 而不是他有什麼致命的缺點 不是是他可以怎麼樣可以更好 這個點評真的不容易 你要學習 真的要學習 每一個人都要學習 好 下個禮拜是 蔣路啊 蔣路啊你上一次還不錯 但是希望你 不過你這個人都是好好壞壞 好好壞壞的 希望你要 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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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李立雲你可以講嗎 你試試看啊 我不行 那個理論國還是進行 那你叫蔣路啊寫給你嗎 你總是要進步啊 你不能都不進步嘛 對吧 你進步會對你有幫助啊 對你的病有幫助嗎 不用了 下下禮拜 蔣路啊回去 明天叫蔣路啊 整理好一個傳給你 理論很簡單 就四個理論科學理論 傳給你 你千萬別死背 死背你上台就沒了 為什麼 光害怕就來不及了嘛 所以你不要死背你就要去想 想這個 譬如說海森堡 測不準定理我 剛剛不是用你的例子嗎 來解釋海森堡了嗎 對吧 所以這個你就 你就懂了嘛 再來 雙鳳試驗就是 新的觀測 我有關注它 它才會變成例子的坍塌態 才會變成 例子坍塌態就是 變成佔有時間 佔有空間 讓我看到 否則的話 它就是回歸到 宇宙波函數的能量場 成為疊加態 這都是一些專有名詞而已 不可怕 到時候 蔣路啊 寫給你 幫你整理好 然後你看了 所以你 你今天能看到師父也是啊 師父 師父就是透過你的觀測 所以師父呈現例子的坍塌態 在你的面前 對吧 下課了以後你走了 我也走了 那不是師父 不見了 不是 師父回到了宇宙波函數的能量場 成為疊加態 成為無限的可能性 無限的可能性是說不定下一秒 出現在你們家的門口啦 說不定下一秒師父到羅馬去啦 它就是無限的可能性 這樣可以嗎 所以 心的觀測是最重要 你心有關注它 它就呈現在你的面前 一樣嘛 跟那個什麼 十二點半的那個全球大迴向 也是心的關注 為什麼師父對你們的迴向這麼有效 就是因為師父是用心的關注 去為你們迴向嘛 對吧 那你們是怎麼迴向啊 念過 楊宗憲 楊宗憑 蔣陸華 凌柔 葉雅香 陳茗玉 因為這樣念過是沒有用啦 這樣念過是嘴皮子在念而已啊 你心沒有關注啊 對吧 譬如說我要救林柔 我是要關注他 關注他的苦 關注他怎麼樣可以幫助他 你因為關注他 你就用了那個什麼 雙縫試驗嘛 讓他變成是 坍塌塌來到你的面前嘛 一樣嘛你想要有錢 你還是要關注他啊 對吧 讓他變成在我面前實實在在的 讓我可以觸摸得到的錢財啊 這不是做不到 這當然都做得到 八地菩薩的點十圍金 那個呂先祖啊 呂存陽啊 呂先祖 點十圍金就是雙縫試驗啊 你要知道我看到他 我運用我的法力 瞬間讓他變成金子啊 對吧 那如果沒有用這個法力的話 他就是在宇宙波函數的能量廠啊 他是有無限的可能啊 有可能下一秒他變成一堆牛糞啊 對吧 他有無限的可能嘛對吧 我深深感覺這個宇宙 不是全球大迴向太重要了 但是我看你們好像都沒有在用嘛 你們有做全球大迴向的請舉手 一個兩個 好一定要全球大迴向 特別你特別油本養 你要你油原管的病要好 一定要全球大迴向 全球大迴向就是全球 200多個國家他在不同的時間區隔 比如說我們東邊的日本比我們早一個小時嘛 所以我們12點半大迴向 他們11點半 日本人他已經在全球大迴向了 他受我的影響 他們都會全球大迴向耶 這邊往西走的話 泰國比我們晚一個小時 我們12點半 我們迴向完了 他們13點半 台北時間13點半 泰國人在全球大迴向啦 對吧 然後再往西的話 印度是比我們晚2點5小時 對不對 2.5小時你12點半再加2.5 他們15點換印度人在全球大迴向 也就是24小時 全球的不同時間區塊 都有人在促進這個全球的高能量 你為什麼不跟上啊 這個不用錢的 食物開發的每一個方法 全然都不用錢 你應該要跟上嘛 然後你要 你要學會那個肯切啊 你對眾生的肯切啊 而不是嘴皮子 講過念過念過一大把一大把 像張慧珍常常講 師父你看我的全球大迴向的名單 那你名單寫那一大把 你只是把它唸過 這沒用啊 這太弱了對吧 你沒有辦法帶動高頻共振嘛 你跟師父的肯切的 要我的徒弟好 要我的學生好 那個心當然都不一樣啊對吧 所以你看多少次 師父一回向 馬上就有效了對吧 羅力雲的姑姑 本來都眼睛不會睜開的 師父一回向 他馬上就 眼睛就睜開啊 他一個頭兩個月 開了四次腦袋 醫生都說他沒辦法 對吧 師父一回向 他馬上 第二天馬上眼睛睜開來 第三天馬上從ICU移到普通病房 對吧 羅力雲親眼看到師父施展法律 所以羅力雲這一次我要去羅馬 羅力雲扶持了一萬塊 他就說世界上太少這樣子 這麼了不起的出家法師嘛 對吧 嗯 好 所以你們一定要跟進師父的腳步啊 教主要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世哲來分享 我們班上就有例子啊 誰 李立雲啊 李立雲 李立雲剛在那個我們去那個什麼 竹北行的時候 11月4號 對 他除了跟法師講他想要自殺之外 他也跟我講 對 那時候的眼神我就看他那個 那個是幻散的 那個真的根本是沒有辦法有交集的 沒有神嘛 可是才曾幾何時才幾個月時間 11月7號 11月4號他在竹北的大巴遊覽車上跟我 他以前就是我學生耶 那時候有錢的少奶奶 他不會來上課的 我告訴你 人有錢的時候 怎麼會想到要上課 當然不會啊 對吧 我常常講 連戰那麼有錢 那麼有權勢又有錢 你叫他來上課 他要嗎 他不要啊 現在的連戰 你看看你現在的連戰怎麼樣 對吧 現在已經病菸菸啦 這個時候你要請他來上課 他連來到教室的體力都沒有啦 所以這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對吧 那李立雲就是11月4號 跟我們一起去竹北在大巴上 他就講 哎呀師父我好苦 我以前上你的課 我就特別喜歡師父啊 我說後來你為什麼沒來上課 就日子太好過了嘛 對吧 你們廖佩軍部也是日子太好過了嘛 對吧 你回去跟他講師父數落你說你日子太好過了 要小心啦 對吧 然後 他就說誰對他不好不好 我說好 那你把對你不好的人通通給我寫出來 還有這個人跟你是什麼關係 是夫妻關係還是母子的關係 還是什麼關係 寫出來 他列了七個 然後我說好 你交給師父 師父為你回鄉 11月7號他來上課啦 他來上課 他說師父不可思議耶 我兒子從來不跟我講話 今天我兒子還會打電話給我耶 他說哎呀我真的覺得太溫暖啦 我那個房東晚上都不讓我出門 我跟他講我今天想要去上師父的課 他說好你去你去你自己要小心 你看師父加持的力量 就這麼明確的看得到的你要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學有智慧啊你一定要 師父當然會K你們啊為什麼要K你們 為什麼要K你啊為什麼 不K我就是永遠都愚痴嘛 對嘛不K你永遠都愚痴嘛 當爛好人嘛 是非好壞 小人壞人你都搞不清楚嘛 對吧 一定要K了讓你看出自己的不堪嘛 這就是文書法教啊 善激怒要激怒你 你有沒有被我激怒 還好耶 什麼叫還好 還好是有還是沒有 就是我本來就覺得今天一定會被罵 然後而且就是就算今天這樣 應該是說對我的影響沒有很 對 是不是好我們現在 現在只剩一隻了 現在只剩一隻了 坦白說就算是今天心智上路 對我坦白說對我而言衝勤沒有很 就是 因為又不是你在做 就是多了一個監察官監察你嘛 告訴你你這樣子做是不行的嘛 對吧 又不是你在做 也不是多了一份工作給你 對吧 所以你講的都是不痛不癢的東西 對吧 善激怒重垂打 昨天我激法你六個大過 這還不夠嗎對吧 就像 今天十六個嗎 十六個沒有啊 六個哪有十六個 講什麼 今天鍾仙麗被我激法三個大過 他做得要死要活你看 最忙碌的就是鍾仙麗 老實說 就是他特別忙碌特別 他現在還在出差啦 還在東莞啦 對 他們是責任制耶 他們是責任制 而且他他常常說他他在製作當中 製作是沒有辦法中斷的啊 尤其是雙語的話一定是我寫一段丟給他 他就開始製作一段我寫一段丟給他製作一段 中間沒有辦法停下來 可是這個時候又有人呼他要開會啊 雲端啊他們不會去一個會議室不會 他就是呼他你要上線啊現在要開會你還要發言 他又要製作又要開會耶 你看他標準的多頭運作多頭運作 然後這個人是沒有怨言的 然後我激發他 我說我七點多就告訴你 你的製作是不合格你要重新做 然後我一口氣就給你五個小時 要推遲到12點45 你這五個小時你在幹什麼 我是不知道啊為什麼 我就忙著在數落你們嘛對吧 在抓你們的小辮子嘛 所以我忙得很啊 然後我到11點的時候 去看仲彥立製作的作品 我幾乎是暈倒了 他完全完全搞錯方向了 他甚至於把我翻譯的那個英文 把它撤掉他變成中文版啊 可是我要的是雙語版啊對吧 所以哇那時候已經雞飛狗跳 那已經11點了 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說那延到一點半 然後他就說他一點半來不及 然後就說好那就延到兩點 然後我錄音錄好 中文錄音錄好 英文錄音錄好 一點半給他 他還是來不及 他來不及我就激發他 一個大過 11點多發現他已經出大皮肉 一個大過 兩點他沒趕上一個大過 他又要推遲到兩點半又一個大過 三個大過 三個大過 他那個人他不會起煩惱的 你要知道 譬如說他他早上他要三年起身嘛 對啊 然後他很疲憊啊 他就沒有辦法三年起身 我一逮到就其他 三個大過 三個大過 罰款 兩千 兩千人民幣是一萬 一萬台幣 他看到罰款 他就趕快 趕快去繳罰款 他們都是用 微信配啊 什麼支付寶 他很快 他不會想有權七七歪歪又講一大把 我說你七七歪歪講一大把 你小心我給你身高變成三千人民幣 反正這個錢都不是到我口袋裡啊 都是到我們的大掌櫃 那邊去保管起來啊 對吧 是 就是要這樣修理你 讓你知道 你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失誤有傳授方法 你犯困的時候你要怎麼樣 你要站起來 你不能躺在床上牽刀 那是沒有用的 你一下子就被我活歹了 我說你要站起來 然後去喝水 喝水極盡重要啊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腦袋裡頭血液循環是呆滯的 它沒有在循環很弱 所以你起來的時候一定分層 所以你要大量喝水 讓水帶動你的血液循環 所以你就會清醒起來 每天都得要做啊 你這個做得好哪會頭痛 不可能 哪會高血壓 都不可能啊 都不可能 這都不用錢的耶 對吧 一定要這樣子做啊 這樣子完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你醒來了 你醒來了 這都是方法啊 我一個早上都做一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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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 就這樣加起來 做一百次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你做完以後 你自然就清醒 你就清醒 一定不會昏沉 所以我方法 我有交給你啊 你還要睡迴龍 那我就沒辦法了 今天你們看到嗎 我逮了一個男生 王生有沒有 兩點三十三分簽到 我就說 你幹嘛熬夜啊 他就說 我還在單位加班 我說你哪一個單位啊 要加班到兩點多 他嚇死了 他都不敢回答了 那天是禮拜一 2月18號 我就把他違規的事實 截圖下來 藏在一個地方 因為那天我沒空 我要到台中去 我六點的車高鐵要去台中 所以我沒有空處理他 今天我就修理他了 對吧 我就說 你完全沒有工作倫理啊 師父問你話 你答不出來 你可以說 師父我剛剛一派服務員 我都在騙你的 馬上被師父活歹了嘛 他不是耶 他選擇躲起來啊 我說你要躲到哪去啊 我說你在你的職場上 出了大過失了 難道你也躲起來嗎 你殺了人了 難道你也躲起來嗎 這不可能這樣做嘛 所以決心的訓練多重要啊 師父無所不在的啊 你兩點三十三分 簽到就是不正常啊 我們是規定兩點三十分 以後你就可以簽到啦 為什麼你不可以十二點半簽到 那你就一路上去夜店 玩到十二點半來簽到嘛 這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兩點半 那個人平常 那個人因為還在樂禍群 他的正常簽到時間是五點啦 他那天突然兩點三十三分簽到 換成是你 你會不會覺得他是有問題 很快就逮到了嘛 這人沒腦袋啦對吧 所以今天也修理他了 對 好 接下來 這就是文書法教的厲害 你要知道 今天我們要來看Mask一個重要的發展 Mask已經承認他吸毒了 Ketamine他吸毒 對 但是他的才華還是 還是令人很敬佩的 幾年前我們有看他 他有一個neuralink的發明 有印象嗎 就是腦開一個五塊錢銅板那麼大小 然後裝進去三千多個電極線啊 很細很細的線 裝進去 然後另外一端就是接到電腦 然後從電腦去控制他的意識 電腦的意識 他那個開口的地方在 在這裡叫什麼葉啊 頂葉 對 這個頂葉 我們腦有四個葉嘛 這叫什麼葉 蠔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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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蠔嘛 蠔葉 頂葉 這個叫什麼 葉葉 這裡呢 枕葉 對 每一個的功能都不一樣 然後Mask就是 他的電極片就是要 在這邊挖一個五塊銅板就可以放進去的 那個小洞把電極片 他的厲害就是他的電極片 極細很細很軟的線 三千多根啊 放到這腦袋裡頭 接上電腦啊 現在的電腦因為 我們兩年前看這個片子的時候 他是以豬來做實驗嘛 所以在豬的那個頭上挖了一個小洞 然後也看到豬在被測試 可是現在他通過人體的實驗是真人他這樣做 重點是兩年前的電腦跟現在的電腦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1 2 3 go 1 2 3 go 那個電極片是在這 我說的是電腦 處理器是在電腦啊 電腦來控制這裡啊 那透過電極片要控制我們人的意識嘛 所以現在是意識的時代嘛 對吧 所以就跟AI連貫上啦 AI的特色是什麼 他是即時生成的 即時的有沒有 Chad GPT 不是即時可以生成圖檔嗎 即時可以生成一篇文章嗎 即時可以做什麼嗎 都是即時的 現在 那Mask他就是用這一套 EI的這個系統 來支援他這個腦機接口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說用晶片 晶片當然還是那個電極線 還有加上晶片 就是芯片 就是Semiconductor 半導體 來讀這個腦機 你看一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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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騙 晶片 晶片 直入漫者的腦 那個 那個 用意念看到嗎 意念就是所謂的意識 意識就是由念頭組成的 然後 然後 電腦就可以讀取他的資料 他現在真的是人體試驗成功 只需要30分鐘 而且不需要麻醉 這一招厲害了 他真的學習了 對 到了 他品牌 他這次學習了 他怎麼學會 他但就這樣 你怎麼學會 他學習的 你對 你 psych衝突 你面對 你以為 你會把這個 轉直身 你脫下來 你會比你多 在期待 你可以 对于这些关系的规律的感觉,我们可以用了一遍间接纳的解决 Pager说是一遍的,Pop 他的插币在右边的左边的角度 Pager只想把插币的插币,和把插币的插币 他以前是用电极线 3000多 他现在改善了用晶片 晶片 就是台积电生产那个晶片 很细小的 为什么那个黄徽 黄仁辉他现在为什么全世界最火的 最红的人红火的人就是他 他生产晶片 一小片三万美金 是啊对啊是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几堂课以前 讲了那个谁台积电的董事长 叫什么张忠某讲 他说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不是全球需要几亿个晶片 而是全球需要几亿个晶片厂啊 代表什么 晶片的需求就是AI时代的需求 AI时代你没有晶片 你什么东西你都玩不下去啊 都没办法啊 不是VR玩不下去而已啊 就是这个医疗器材什么都玩不下去 对所以晶片的时代对 好来one two three go 好来 师傅还有各位师兄 恩阿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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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试着回答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他感恩他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更伟大 而且他现在是只有针对瘫痪的这个病患 那我觉得有很多那种肌肉萎缩症 都可以 包括像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医生 或许他们类似这种疾病都可以更进阶治疗 所以他现在虽然有一些生命的迷惘 但是他一开始的这种想法跟规划是很令人敬佩的 然后而且他们也真的在技术上突破 让他可行 我觉得非常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这个瘫痪真的造成太多悲剧了 太多悲剧 而且耗费的那个财力啊 真的是整个家族喔 对是 对是 对 所以Mask 压力太大 他说他有忧郁症耶 他因为有忧郁症 所以他就放不开嘛 可是还不能了不起 对 忧郁症 就是提神啊 对 比较嗨 对 他忧郁就能量下来 批判思维 批判思维 那你只有讲他的好喔 你没有讲坏 没有批判也要期待嘛 期待更高速更高效能够全球发行问世 帮助更多的人 对 是 很需要 真的 是 好 蒋路华 是蒋路华誓子来分享 对 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接触灵性 对 事实上任何人 因为那个海参堡测不准定理 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 都要面对 对 是马斯克的问题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只是每一个人 因为自己的业力的关系 你爆发在哪里不一样 不知道 对 所以马斯克事实上 你只要不走入修行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会忧郁症 甚至你会暴饮暴食 你会得到癌症 那是一定的 这因为是无常嘛 那同样他的问题 也是我们的问题 对 所以才说为什么说 这个不管现象界 多么样的发展 只要你不去消夜 你不要 你的负能量依旧在 你就是实时受到这个 侧不准定理的影响 无事间无常 是一定会打击我们的 不可能说不会 任何人都逃不过 所以看马斯克 都要去面对 对 都要去面对 马斯克我以前就有讲 我说我一定想办法要度化他 每天都为他回向 想办法要度化他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他的理论基础是错的 他的科技上他是105分 可是他的第一性原理 他是完全理解错误啊 这是可怕的 第一性原理就是第一异地 就是佛教讲的第一异地 也就是圣异地啊 他不理解圣异地啊 他不理解终极本质啊 代表他永远都在现象界里头 哗啦哗啦哗啦的发展他的 neuralink 发展他的spexX 发展他的Tesla 这是危险的 他就是栽在这里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 我们做事都要特别重视第一性原理 也就是佛教讲的第一异地 英文是一样啦 The First Principle 他把他解释错了嘛 对吧 这就太悲哀了 代表他所发展的一切 不管Tesla也好 不管是脑机接口也好 他是没有根基的啊 因为他的根基就是错的 他的根基还在现象界 也好 他就由现象界在发展现象界的东西 那避垮无疑啊 对吧 他的肉体承受不住啊 你看吧 他一天读两本书 师父读一本书 他一天也是睡两个小时 师父也是睡两个小时 师父有忧郁症吗 师父没有啊 师父七十几岁比他 多二十几岁啊 我生龙活虎啊 他还要靠ketamine来提神啊 多悲哀啊 所以才说嘛 第一异地是绝对的重要 第一异地就是你要认识终极本质 你不认识终极本质 你这个人生是黑暗的 就像世界首富 2022年的世界首富Elon Musk 那要干什么啊 现在不是被那个Bezos又赶过了吗 对吧 为什么黄仁区没有变手术 蛤 为什么黄仁区没有变手术 没有变手术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是亚洲首富吧 对 他很快会赶上 对 我相信他会赶上 Bezos Bezos又回来变成世界首富 我也觉得很压抑 因为Bezos的那个行业 这不是高科技嘛 Bezos是亚马逊 对 他不是高科技 可是他会受景气影响 是 我相信这几年会有很大 黄仁灰吧 黄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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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会变成世界首富 太了不起了 对 而且你看他跟张忠模最大的不一样 是他还年轻 对吧 张忠模就老了嘛 对吧 是啊 所以 那那个Mask Mask最可惜 我觉得他最可惜 他做好多事 但是 最后他把他的身体给残害了嘛 对吧 因为他没有 我讲过 我跟Mask最大的不一样是 你看他也睡得很少 他也是这么忙 他也读这么多的书 跟师父几乎是没有两样的 都很忙啦 但是 师父为什么不病 师父是用灵性在支撑着 他是用什么 用肉体在支撑嘛 你肉体一定会倒的嘛 对吧 所以 为什么我说他希望我能够度化到他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 没有那个因缘 对 那我现在来介绍 Neuralink这个公司 他是一个美国的神经科技 你看吧 医学领域里头最最艰深最不容易的就是神经科技 还有脑机接口公司 由Elon Musk跟八位联合创办者创办 什么叫联合创办者 什么叫联合创办者 为什么要不说八位股东就好啦 联合创办者是指 他是风投专家 风投风险投资公司 叫什么 Join Venture Join Venture List 风险投资公司 我们台湾好像是把它翻译为 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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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创投 创投 像中华科 中华开发就是创投 对 其实像他们这种公司就是 他们不是说 你有一个公司 然后我就投资你多少钱 他不是这样 他是你要开一个公司 然后你这个公司吗 我看起来觉得你非常有远景 所以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就拿一大把钱 然后我这个拿钱 不是只是要分红而已 就是我是要占一定的发展的比例 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谁啊 那个 Elon Musk 他的公司都是风险投资 都是风险投资者在投资 因为他是5T人才嘛 5T人才的第一个是创意 他是发挥创意的风险投资专家 就是在买你的创意啦 就是我觉得你的创意很新 你会赚钱 我赌你会赚钱 所以我大把的钱 他们都非常有钱 大把的钱就投下去让你用 比如说Mask他不是有一个SPEXX 飞那个火箭到外太空的那个 标准的创投公司在支撑他 他飞一次火箭在办公中爆炸了 要几千亿美金啊 对吧 所以向而现在他这个脑机接口 这个也是你看 所以他说联合创办者 他也不是说股东 联合创办者指的就是风投专家 然后负责研发植入到脑子里头 他们的总部是在旧金山 然后Neuralink在2020年他就宣称 他这个是在2016年就成立的公司了 到现在几年啦 8年了 然后Neuralink在2020年的时候 他宣称他的设备能够非常细致的 把那个ElectroElectro那个电析线植入大脑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他是用晶片 用晶片就是就是张忠摩他们生产的那个晶片 chip植入到比电析线更先进了 而且是就是他可以救助那个高瘫 高瘫就是就是他瘫痪的位置 从下面到也许到肩膀都不会动的 那种就高瘫很严重的 然后他2024年1月应该是29 如果没有 这也许我打错 可能是1月29 我印象中是1月29 那时候快要过年嘛 所以我就没有做 没有播出这一个 我现在设了一个主题叫新的报告是 你看我特别用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就是什么 第一性原理啦 就是Mask栽在那里 没有清醒过来的 所以他因为他这个 他虽然一直讲第一性原理 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 可是他解释错误 所以他用的方法都还是在试地 世间的真理你可以举一个给我吗 真理 世间的真理代表 这个真理会被超越的 可是当他绽放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是真理真理真理 对 好来 我要让小小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华 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败了什么 打败了那个传统的物理学 那个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牛顿的万有引力 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 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大红大纸 那爱因斯坦的那个狭义的相对论 那就更不用讲 红透半偏天超越超过一百年 对吧 然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谁打败了 量子力学 被量子力学打败 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哪一支 直接值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等于mc平方 值及它的1等于mc平方 所以彻底爱因斯坦被摧毁 哪一支啊 那我是 哪一支 量子力学的哪一支 量子纠缠嘛 量子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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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电子的六个面向的自旋运动 产生的角动量 所以我量子纠缠 我从这里出发 直接甩到千万里以外的火星好了 然后我自己的特性消失了 我截取火星的特性 又再跑回来地球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是量子纠缠 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束缚的 爱因斯坦说 那这个就叫鬼魅嘛 哪有可能呢 不可能啊 反正你飞过去飞回来的速度 都不能不可能超过我所说的 1等于mc平方 c就是光速的平方 爱因斯坦还在用那个光速的平方 还在讲求速度 可是量子纠缠 根本不是这样啊 不用速度啊 量子纠缠讲的是 我的自旋运动产生的脚动量 就可以把我甩到千万里以外去了 哪一个厉害啊 当然是量子纠缠啊 对吧 所以爱因斯坦彻底被打败 这个就是弑地 然后再来第一异地就是终极本质 就是第一性原理 然后你要杜众的方法 你要用哪一个 那个脑漆接口不也是可以杜众吗 对吧 好那我们要快速啊 来讲五卓二世 我们不是讲说 那个谁佛要走出五卓二世嘛 对吧 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视线 教化众生的一个国土 也就是我们所屈出的世界 娑婆 亦为堪忍 明明很苦 这边的人 又心甘情愿在那边忍受 为什么 大于痴嘛 对吧 亦指堪忍亦指什么 这个维度的空间 就是三维空间的空间 虽然重苦逼迫 但是我人生活其中 竟然还有能力忍受啊 所以称他为堪忍的五卓 五卓有五种卓 杰卓就是人的寿命 本来是八万四千岁 随着人心的险恶 你我他都是险恶的 道德的薄弱 所以每一百年就减少一岁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只剩下八十几岁 对吧 杰卓 然后二 见卓 见解上面的乌卓 正法 相法 正法就是 释迦摩尼佛 那个与释迦摩尼佛同一时代 我们叫正法时期 相法是什么 释迦摩尼往生了以后 对 然后 布派佛教产生了 就是释迦摩尼佛原集了 然后就 弟子们分裂了嘛 就会产生了布派佛教 就是小秤的时代 为什么叫相法 那个时候释迦摩尼佛已经 释迦了 已经原集了 看不到世尊了啊 所以他们就为世尊造了一个相 看到世尊的相 就好像面见了那个释迦摩尼佛 所以这只是相法 所以相法听到的那个义礼也是辗转透过弟子来传说了嘛 所以都有的走偏差了嘛 对吧 末法 我们现在就是末法 末法就是偏差更多 然后 知见思维 有的是刚好相反的 知见不正确 叫做见拙 再来烦恼拙 众生追逐五欲六成 我刚刚讲过了 什么五色目盲等等等等 引发了贪嗔痴慢疑 这根本烦恼 扰乱了身心 叫做烦恼拙 众生拙 众生吃见不正确 不知道要孝顺 福报 渐渐的衰尾 叫做众生拙 命拙呢 众生因为二月增加 所以寿命越来越减损 叫做命拙 所以五拙二师的五拙 代表什么 杰拙 杰拙就是对整个星球 他的寿命的减损 叫做杰拙 见拙 知见的错误 烦恼拙起烦恼 因为业障深重 众生拙 就是众生因为福报逐渐的减损 所以身为众生命越来越苦 命拙就是寿命越来越减短 这叫做五拙 然后佛出五拙二师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师傅准备的经文 很短 但为佛出五拙二师 现行施法度托众生 师傅有把他解释 诸佛如来清净无为的法生 无为是什么意思 超越因缘和合 没有造作的叫无为 对吧 因缘都是有造作才会结合 无为就是超越因缘的造作 拙已经超过了五拙二师 五拙二师 我刚刚讲的那个束缚了 诸佛为了度脱众生 下凡到了三维空间的现象界 与众生共同居住在五拙二师 视线什么 视线修行的重要性 然后还帮我们组织生团 传授佛法 然后这些都只是方便法门 所以在五拙二师 因为根气不高 我们根气不高 释迦摩尼佛说贵为圣人 他要度化五拙二师的我们 只能用方便法门 更重要的是 藉由方便法门 要引导众生迈向如如不动的终极真理 众生虽然很难度 但是还要引导现象界的三维空间的众生 迈向认识终极真理 就是必进空的四超越 根据这一点 不再受到因缘果报的残伏的苦 最后能够圆正菩提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是初五拙二师的圣人 可是当他下降来到三维空间 为了救度业障深重的三维众生的苦 所以他还是要先用方便法门 但是他的教法永远指向终极真理的开悟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